小发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挑点水器教我们做买那个油菜 那我和你一起去 你感冒就在家里面休息吧 没关系的 就一点小感冒而已 你看你这个酱脾气 每次教你休息都不听 感冒就应该下地去干活 才会好得快 妈 一天就你歪到你多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压在我们身上 小发 别说了 感冒就应该去干活 到时候活我干了 感冒也好了 这不是一几两得嘛 就是啊 二哥 你看你把它挂成什么样子了 行啊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们扯 走吧 小发 我们先去浇水吧 等会儿太阳太大了 嗯 谭姐 你们在这里拔家 是啊 你们这次要去哪里啊 这几天太阳太大了 土有点干 我们挑点水去救一下那个油菜苗 那你们快去吧 等一下 我把姜扯完回家做饭给你们 好 春去秋带 我怕得不到你的爱 有时间 你过来 你在这里浇水 我过去开两个树枝来做到处门 做到处门干嘛 秋带 坐在这里放着啊 什么倒霜了一熊熊来把我们家这些油菜苗吃吧 好 你去吧 小发的红杯花开的香味 也许已经枯萎 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 水也浆完了 过去看一下小发做的稻草人怎么样 小发你稻草人做好了没有啊 马上就好了 你做的这个还有模有样的嘛 那肯定的啦 你也不看到是谁做的 你就别吹牛啦 赶紧拿过去擦擦天色也不找啦 好 你看有了这个稻草人以后 小脸就不敢来摊我们家油菜苗吃了 行了别废话啦 怎么感觉你整天像个小孩子一样 那么幼稚啊 好不容易做出个成品 不管我就算了 还说我幼稚 好啦走回家吧 大家好 我叫小茂兰 是一名农村妇女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你到时候你去哪里给我后悔啊 难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给你汇报吗 你这奶奶室内对着我儿子干了什么这么多人的事 谁能去这么多女人影 包括你这长辈我尊重你 但请你不要蓄可跟人 我是可跟人我告诉你你过得下去就过过得下去你就干了鬼 确实了原本是你就鬼啊 你们这么希望我走那我走就是了 你们都是干嘛 是你也太过去了吗 二哥不是你想的这样都是我二嫂那个少巴 还小变 你什么东西我们就去祝福 孟兰你别生气了 那不是为了孩子谁愿意在这里忍气吞声的 孟兰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你我看你是被外国父女就把婚女都走了 妈差不多得了 孟兰跟我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已经自会不住了 你们孩子要欺负她 好了就不要说了你不是想吃橘子吗 我去给你摘 孟兰我陪你去吧 嗯 糖点真的它的橘子应该很酸吧 你别看这橘子皮绿倒是吃起来很甜的 那我们多摘一点回去吧 到时候这个橘子皮晒干了还可以放水喝 嗯 孟兰你再提宝一点的那种比较甜 好 孟兰差不多了吧 保养团结各位老板先过来休息一下吧 孟兰你别管妖娘她们说什么 日子是你跟爱弟过的 只要她向着你就可以了 团结这些我都知道的 要不然我不可能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 其实爱弟也挺不容易的 为了这个家在外面那么贫 身体都累垮了 我理解她在外面上班老内 怕懂我在家里面的最容易 你们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只有我们回去吧 嗯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是一名农村妇女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喜欢孟兰的就点个小红星吧 我叫小孟兰 小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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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团姐 我也觉得女儿挺好的 生不出了她找借口 妈你看她那个狗样子 能生出儿子来吗 叫我二个寸子 修了她 小孟兰这种事还轮不到你来擦嘴 就是像她这种人一天闲吃萝卜 但操心 别管她们怎么说 我们过好当下就行了 别以为有人附着你 我就不敢生死你 妈你别说了 她现在可笑张了 小孟兰 你不是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哦对了团姐 你等一下有时间吗 有啊怎么了 我要去抓牛娃你要不要去啊 你应该想着什么事都不做 很想吃好的 我是去中来给小发补身体的 让她回复得快一点 哎呦呗 你这个社法性对于良心发现了 中来跟我儿子吃的还差不多 你要你儿孟兰 处处为这对家找小孟 就应该好好给她带孩子 要不是看这社法性给我儿子 抓牛娃吃个肺炒 我才不给她看呢 可可阿妈辛苦你了 团姐我们走吧 嗯 不然你又没有给老板睡过啊 我今天早上是她睡过的 嗯 团姐快看我抓了好大一只 我这里也抓了一只 团姐过来躲过来 你又抓了一只啊 我的心里 妈妈的 团姐太阳太大了 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好 孟兰有抓了几只啊 我抓了四只 我才抓两只耶 看一下 有差不多对了 等我们回去吧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是一名农村妇女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喜欢梦能的就点个小红星吧 儿子啊 你一定要去干活啊 待会儿我要去把那块荒地的炒除了 过段时间了来装点菜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天天在家睡觉睡着我腰酸背痛的 正好可以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等我做饭吃了再去 那你说快点我肚子也饿了 你肚子饿就赶紧过来帮忙做 你不知道有句话就是自己动手风衣煮食啊 小孟兰今天要能吃什么 婆婆我做几个凉拌菜再煮点稀饭 我最近有点上火 这很想吃点清淡的 赶紧做吧 知道了 婆婆小妹吃饭了 嗯二嫂发现你煮食 越来越好了 喜欢吃你就多吃点 小孟兰等会你们要去哪里除草 去农床坡那边之前丢荒的那一小块地 其实今天我是想和你们一起去的 只是我的腰有点不舒服 改天吧 婆婆你不舒服就在家里面休息 我们去弄就好了 最近真的世界看了一顺眼了 小孟你收拾好没有 走了 来了别急嘛 你们去的时候自己小心点 嗯 小孟兰这个路不好走你自己注意点 这里还有多久才到嘛 没多远就快到了 啊终于到了好赖 二嫂你先弄我休息一会就来 每一次来就知道说休息 早知道就不来了这吵这么多 害我炸了一身年吵着难受死了 妈你不会自己把它弄掉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别到时候说我不帮你干活 二嫂我先睡一会儿 待会你回到时候见我 你要是来睡觉的还不如别来 那怎么行我这是你陪你 怕你无聊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就回去吧 以后孩子的来反应又不是你自己想办法 我做还不行嘛 这还差不多 小麦干完了走回去吧改善再来挖地 炒都给你吃完啦 下回挖地你可下晚别叫我啦 行了看你今天表现好 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小麦吃饭啦 来了做个饭做这么久 小麦一层的几个菜看着就倒胃口 小麦也没有什么菜 一小点吃吧 中里面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 一天又住在五身裏呢 诶象你又不乐 你别吃了 牧場你们搬到这边来住啦 吼姐你怎么回来啦 外面太热了工作也不好做 回来待一段时间 吼姐那会先过来吃饭 我去给你把写影箱放着 哼 是什么风hang你吹回来啦 小妹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嗯 还说说说 等下 给我们一面改变两次 你说谁呢 又跟你再说一遍 好了小妹 少说两句吧 快吃饭了 不吃了 你们自己慢慢吃吧 看着你们一个个就打胃克 你爱吃不吃 莫拉别管他了 我们快吃饭 嗯 堂姐等一下我再去改变 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吧 好啊 我刚回来也没什么习宿用品 那我们快吃饱 吃完走了 嗯 我要把这面前处好钱一把 这是我 这面条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老板给我们拿一把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小姐 这家手机不错 咱们就买几只回去吧 好啊 老板多少钱一只啊 给我拿个门子 不忙我抓工机你装笔机啊 好 差不多对了 老板多少钱啊 差不多对了 老板多少钱啊 差不多对了 老板多少钱啊 差不多对了 差不多对了 老板多少钱啊 差不多对了 老板 谢谢老板啊 谢谢老板啊 最后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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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家了 是啊 等一下我们打个机间给这小机住吧 那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弄 好啊 你可笑吧 现在今天你还有脾气的事嘛 二小 二小 怎么了小妹 我想自罗斯啊 待会儿你就弄脸回来 好啊 待会儿我叫团姐跟我一起去啊 她跟你去了 待会儿谁来帮忙我带孩子啊 那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和你现在就要帮忙带着孩子啊 不然你一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啊 好吧 那我去拿桶 走快一点 嗯 团姐 辛苦你在家帮我们看一下孩子 小妹她想吃螺丝 我带她去捡一点回来 好 你带她去我们家做一口那块田捡吗 那块田螺丝很多吗 嗯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捡 那你螺丝特别多 行 一会儿我们就去那块田捡嘛 嗯 快去吧 记得叫小妹帮你忙 不要老是灌走它 好的 团姐 那我先走了 小妹这田里面螺丝好多啊 赶紧剪啦 废话真多 我傻了 你热不热啊 水秋太阳 不热 小妹你快上来帮忙剪 剪完好 回去了 好 我来帮你 小妹你干嘛 你好什么好玩 不能好好说话 你要帮忙剪就好好剪 不帮忙剪你就赶紧回去吧 回这回 给我看一段剪啊 说啥 你去这么一点 你把她倒叫干嘛 你这样子让我迁就不起 你自己回你婆家去住吧 你有什么职能叫我走啊 该怎么弄是你吧 你要搞清楚这里是我家 你队已经叫出去了 你觉得这里还是你家 你个帮忙剪 今天你还有皮肌的事吧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是一名农村留守富裕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感谢大家对孟兰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孟兰的就点个小红星吧 小妹你不要放着 你看我今天受不受死你 孟兰可惜 你们去哪里了啊 强哥今天没什么事 我们带孩子出来玩一下 没事的话就带小孩去我那个 米河桃基地 再给米河桃过来吃呗 今天狗养猪场实在是太忙了 都没时间过去打你 不去摘的话坏掉了也可惜 好的 那谢谢强哥了 待会我们去摘 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强哥那我们先走了 好的 好 鱼好不好吃呀 好 好 像不像啊 鱼 鱼真可爱 有时鲜花飘落的鸡鲜 鱼 有时鲜花飘落的鸡鲜 有时鲜花飘落的鸡鲜 我让你给我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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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你爬外的东西 我让你给我做对 小妹你干嘛啊 这可是唐姐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啊 谁叫她跟我做对 你别在那里给我摸鱼巴说的 不然一会人一起受伤 沐南怎么呢 小妹拿酱油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小妹你不要放着 你看我今天受不住你 唐姐你别生气了 我给你洗干净就行了 沐南肯定洗不干净了 今天我非得收拾她不可 没事的 我那边有一个很好用的洗衣 你也绝对能洗干净 那你还不赶紧去洗啊 你看她那样子 你这破衣服 搁得像要吃你一样似的 唐姐那我就先过去给你把衣服洗了 洗干净没有啊 洗干净了你看嘛 洗干净了是吧 再洗一遍 小妹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过分我哪里过分啊 我怎么没感觉到呢 你不是很像给她洗吗 我真是成全你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是一名农村留守妇女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喜欢孟兰的就点个小红星吧 小发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啊 等会我准备上山去砍点菜 好吧 本来想教你陪我和雨薇去摘点草莓的 去哪里摘啊 你去不去嘛 去去去 天气这么来 你们就别带孩子去啦 让她跟我在家里烤火 可是我想带雨薇去体验一下 这个草莓有什么好体验的 婆婆 可是我已经答应雨薇好久了 有那么时间去山上多烤点才不好嘛 她天天上幼儿园 好不容易放个假 我们陪陪她怎么了嘛 随便你们 要去就赶紧去吧 二婶 你们去摘草莓的话 也带上我呗 我也想去 去怎么去 你不是说你家老娘小哥们衣服穿了吗 赶紧去洗了 别人抢着植物你二婶 想吃草莓自己就放轻话点 待会我们给你带 那你们快去吧 这边给我多带点回来 好 小发我们走吧 好 小发你们带着瑞瑞要去哪里 团姐是瑞瑞想吃草莓了 我们带她去摘点回来吃 嗯 瑞瑞你妈妈带你去摘草莓 高不高兴啊 高兴 团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那你们快去吧 拜拜 哇 我妈 好多草莓啊 那你快自己去摘吧 不啦 你看瑞瑞多开心啊 是啊 小孩子嘛 很容易满足的 有点吃的都能开心一整天 我记得瑞瑞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吃草莓 我还以为你不会记得 虽然我陪伴她的时间没理得多 但是这些事情我肯定记得 爸爸妈妈你没喝过来呀 这有好多草莓呀 来啦 小发子我们过去陪瑞瑞吧 他都叫我们啦 好 妈妈 姑娘这个好红啊 来给你吃 我才不要 我又不是不会自己摘 去 不是就算 好想给你还不灵气 妈妈给你吃一个 看到没有 还是我女儿对我好 耶赶紧摘吧 妈妈想回家了 好 小发子回去吧 瑞瑞可能是饿了 好 来 瑞瑞爸爸 走吧 瑞瑞开不开心 谁都不会 谁都无泪 你说谁是更年轻的 我看你还亮不亮 还没洗好了 麻烦洗好了 走快一点 弄完好去穿螃蟹 好 为啥是得告诉你 这里有螃蟹的 是原来他告诉我的 没有你就死定了 好大的螃蟹啊 好大的螃蟹啊 小妹你看 不就一直螃蟹吗 瞧你那个样子 你赶紧多做一点 我先休息一会儿 等你跑了一天啊 累了要死了 知道了 小妹 今天螃蟹还挺多的 对 差不多 多少多少了 摸这么久了 抓了几十只了 才几十只啊 不会太多 你这个人是了 纸了 那纸吧 二傻 拿给我 你去你们谁也别想吃 不然你们洗衣服回来了 啊 唐姐仁仁他们呢 仁仁他们在睡午觉 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了 我们洗完衣服去抓螃蟹了 我抓得这么辛苦 你们谁都别想打我螃蟹的主意 你看看你那不得性 谁稀罕呀 不稀罕就好 待会儿你最好别吃 小妹 你少说两句我去练衣服了 衣服不会一会儿再练啊 先去把那个螃蟹做来给我穿 我去练衣服又要不了多少时间 我打你那么多 反正我现在就让你去做来给我穿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这个样子 处处逼人啊 你就说你去不去 还吃话不住你了是吧 我都跟你说了 我练完衣服再去 你是不是更年纪到了 一天没事找事 你说谁是更年纪呢 我看你还练不练 小妹你是不是疯了 你才疯了 孟兰你没事吧 好久我没事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是一名农村留守妇女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感谢大家对孟兰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孟兰的就点个小红星吧 下集主意